水耕蔬菜种类与水耕芽菜种类分析比较 图 水耕蔬菜是意图客户提供 水耕蔬菜类型 水耕法提供了一种无需土壤及可种植各种蔬菜的多功能方法 让我们探讨一些流行的选项 一绿叶蔬菜 生菜水耕的经典选择提供多种类型 如长叶生菜奶油生菜和卷心蜗具 菠菜富含营养在水耕系统中生长迅速 羽衣甘蓝在水耕环境中茁壮成长的丰盛绿色植物 芥菜生长迅速且味道鲜美 非常适合沙拉或炒菜 豆瓣菜、沙拉和三明治中的胡椒味添加物 二根精类蔬菜 萝卜 生长迅速 可以收获各种大小的萝卜 胡萝卜 虽然具有挑战性 但一些水耕系统可以成功生产胡萝卜 三藤本植物 黄瓜 在水耕装置中产生丰富的产量 番茄 美味且用途广泛 适合水耕的品种 梅虽然严格来说不是蔬菜 但它们通常因其美味的果实而采用水耕法种植 需要考虑的因素 一空间 水耕系统的大小将决定您可以种植的蔬菜类型 二气候 有些蔬菜在特定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生长旺盛 三营养需求 不同的蔬菜有不同的营养需求 四个人喜好选择您喜欢食用和烹调的蔬菜 水耕芽菜类型 水耕芽菜是在家享用新鲜 营养丰富的绿色蔬菜的绝佳方式 虽然从技术上讲它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水耕法 因为它们不需要营养液 但它们通常生长在类似的环境中 流行的芽菜类型 以下是一些您可以轻松种植的流行芽苗类型 一木素 温和维田 是初学者的经典选择 二绿花椰菜 营养丰富 略带胡椒味 三萝卜 又辣又脆 为沙拉增添风味 四扁豆 味道温和 有坚果味 非常适合做汤和沙拉 五绿豆 用途广泛 具有温和的坚果味 六象日葵 富含蛋白质和油脂 味道微甜 水耕种植豆芽 虽然豆芽通常生长在罐子或托盘中 但您可以调整该过程以适应水根设定 这是一个基本想法 一选择你的种子 选择你想要的芽菜种子 二准备你的系统 使用网盆或类似的容器来盛装种子 三浸泡 按照包装说明浸泡种子 四发芽 将浸泡过的种子放入水根系统中 确保足够的水分 五生长 提供间接光照和持续的水分 六收获 当豆芽达到你想要的大小时 收获它们 七注意 虽然水根系统可以为芽菜生长提供受控环境 但传统的培育芽菜方法 通常提供更简单且更具成本效益的选择 芽菜自己在家简单种 安全无毒自己来把关